比赛已经进行了60分钟 鲁能泰山队在下半场比赛的前15分钟时间里边 一度可以形成前场的组织进攻的优势 但是却将控球以及关键威胁球的机会让给了对手 比赛犯看啥的点球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 从现场雷鸣般的声势来看 比赛犯应该是判罚的点球 最好有现场的慢镜头 让我们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龙大刚才在抓球的同时也多掉了皮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名队员抓在了一起 王努珀这次下底传通 韩鹏倒地 情况并不是很明确 赛犯人刚才的意思是出现了手球 应该是原来应该背上24号球衣的草饼局 在中间跟金龙大出现了一次 两个人之间配合上的失误 金龙大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 可能是在地上的草饼局手上碰到了皮球 看看这次日科夫 与击而过 应该说下半场比赛的前15分钟 鲁明泰山尽管占据了控球的优势 但是他们并没有逆得破门的机会 倒是没有优势的陈南一和队 利用着鲁明泰山队中后场出现体能下降的机会 连续的发动了两次有威胁的攻势 当墨查的皮球射中立柱的时候 比赛的局面似乎开始向鲁明泰山一侧倒下 士气受损的陈南一和队 在自己的禁区里出现了配合上的失误 中后卫和门将金龙大之间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倒地的球员应该是手上碰到了皮球 日科夫获得了点球的机会 日科夫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 连续两季点球 打向同一位置 角度速度类似 让青岛中能队无能为力 那是一场奇鲁得比战 这场比赛日科夫又是利用点球的机会 率先帮助球队领先了